吴尼那,MiuMisang,大家好,欢迎收看4月5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我是高双双 先开始带您来看到清明年假的最后一天,疫情是持续的扩大 那么指挥中心在4月5号的时候宣布新增216例的本土案例 其中花莲是一口气暴增了10例 那么花莲县政府也公布了13张的足迹 包含了慈激大学、慈激医院、还有酒吧、餐饮店等等 那么花莲县卫生局也发出了细包检讯 也呼吁足迹重叠者尽速前往快篩 本土疫情持续延烧 5日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宣布新增216例本土案例 其中花莲新增10例确诊个案 花莲县府召开记者会并公布疫调足迹 共有13张足迹图遍布包含花莲车站、慈激大学、慈激医院、牛排馆 酒吧、麦当劳等 这次外线市的确诊个案是24554 它是接数值24876 它在外线市的接数值是24554 它是一个外线市确诊个案 它的新增值是7.1 4月1号回到花莲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新增值在扫墓的 所以去过市场、去过公墓 4月3号 现在去过这些地团 这是从七龙回到花莲扫墓的 4月4号本身也是一个火龙痛的现象 但是因为我们在花莲给它测 CD值是17.1 所以把它列为已经在花莲区别花莲医院接收资料 这是外线市的确诊个案 在我们的花莲主席 这10个个案 总共居家隔离了128人 那自武家管理人一共是38人 所以这是矿店的人数比较多 那采检的166位 那在清销的有63处 63处 那 我们还是在那边强调 那如果有足迹重叠的 就是同时间 同时 同时间 在同一个地点出现的 有时间重叠的 足迹重叠的 可以去 我们的物理包围医院旁边的停车场 这个 这个 赛检单去做赛检 或是你收到西方简讯的 也请到那个塞检单去塞检 那我们花莲目前 从3月31号 快塞到昨天为止 一共塞了2917人 2917人 这里面呢 阳系的个案有三位 快有三位 有三位 那这是大概 这个从昨天 从30号到昨天的统计结果 我们明天开始 礼拜三 礼拜四 礼拜五三天 早上9点到下午3点 早上9点到下午3点 一样提供6个小时的快塞服务 那4月9号跟4月10号 礼拜六礼拜天 仍然是提供12点到下午6点的 这个塞检时间 这也在这边 再次的呼吁我们的详心 如果收到西方简讯 或是跟我们的确诊者 在同时段 有足迹重叠的 甚至 你可能还认识确诊者 可能还认识确诊者 只是 没有爽QR控 没有做十连制 但是你在这地方出现的 在这边郑重呼吁 请你赶快出来 到布林华林医院 旁边的筛检站 去做筛检 华林县卫生局提醒民众 如有足迹重叠 请进速快塞 或利用社区快塞站 外出务必佩戴口罩 保持安全社交距离 记者长帮远 华林医报导